來了來了 影帝真的來了 大家現在節快樂 梁朝偉現身 睽違十年沒在台灣出席公開活動 這一身黑白色系服裝 搭配帆布鞋 雖然影帝好像沒有特別設定 但仰起的嘴角 光是這笑容就夠了 他只停留短短60秒 站定點揮揮手 沒有接受採訪 但還是刮起大大旋風 這一趟來台 他出席悲情城市 修復4K數位版首映 最重要的則是跟老朋友們相聚 前一天高潔臉書就PO文 說期待跟老友相聚吃飯 因為距離梁朝偉上一次來台 那已經是2013年的 金馬五十頒獎典禮 睽違十年這次在底台灣 主要都是私人行程 梁朝偉也在電影首映 開始前上台分享心情 他透露自己 也是因為導演侯孝賢 才開始閱讀文學小說 也希望未來新生帶觀眾 跟影迷有更多機會 在大螢幕看到侯孝賢導演的作品 TVBS新聞理學為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小鈴鐺 您正常歡迎